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真的要留意 打聲十二分精神 因為我們今次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日常在電話上 用通訊軟件Whatsapp 那些詐騙又出了新招 很多香港人都中了招 全部都是關於錢的損失 所以大家真的要聽清楚 究竟近期的Whatsapp 騙案 有多新、有多恐怖 怎樣可以令到很多人都中到伏 香港人都覺得很聰明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很棒的 沒問題的 但都一樣糟糕 為什麼會糟糕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先說到那些騙徒手法 真是層出不窮 在這個日新月夜的科技裡面 你會進步,他也會進步 正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長梯 大家知道 之前我們會收到很多不同的假冒電話 我自己經常都收到 真是煩到震 好了 你說我們都開始能夠習慣了 分辨到了 甚至乎不理他 那些我們不中招 現在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招數 其實在現今的科技裡面 之前有很多不同的短訊 例如短訊 那些SMS 就告訴你 你的積分到了期 你快點去換 然後叫你按下去 這樣 按下去 竟然叫你進入很多個人資料 這個也曾經令到有人損失 但這件事已經又脫節了 好了 最新招數了 現在講到這種WhatsApp騙案 極為恐怖 恐怖在於很多人會中招 是你身邊的朋友中了你招 所以你要慎防自己的帳號 自己的WhatsApp 會不會被人騎劫了 我們看看現在 新招真是嚇死你的 真是日生月異 你不要以為是那些 甚至乎你以為 又是來來去叫你入資料 但其實它可以改頭換眠 越變越厲害 就像病毒一樣 令到人防不勝防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因為有人 有港人 他自己是親身經歷 搞到身邊所有人 無論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都打電話給他 你做什麼 你很不行 你被人夾當嗎 你很莫財嗎 聽聞你很行的 無端端不斷問人 家人拿錢 問朋友拿錢 當然你信譽良好也好 信譽不良好也好 都會引起大家關心 其實你去到這個環境 你突然間無端端走 無端端在這個不知道的情況下 問你身邊所有人同一時間借錢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什麼事 還要你不知道 的情況下 如果真的有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好朋友 或者你的親友 相信了你的騙徒 就是騙人的時候 大家真的搞不定 我們看看究竟 什麼事 這件事件 原來受害人是不知道的 怎樣不知道 又可以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用你的WhatsApp 騙人的WhatsApp 更加利用WhatsApp上的所有聯絡人 發放訊息下去 這是最恐怖的情況 我們先看看 這位港人 他就是這樣說的 剛才他說 他收到很多親朋戚友的電話 問他做什麼 你很等錢用嗎 這位港人 不是吧 不是 沒有理由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後來 他說他收到一個阿妹 截圖給他看 才知道自己WhatsApp 被人盜用了 更加向不同的人 要求轉賬一萬元 其實 你想想你身邊 可能有很多好朋友 各位 大家要留神 多熟的人 多老友 多死黨 多閨密都好 突然之間 無端端叫你轉賬 過賬給他 甚至乎借錢 我覺得 你幫不幫 你一回事 但是 你起碼 現在真的 你不要靠文字 全部打電話 再三確定 無論借錢 這些都是講錢相感情 你說好朋友 都是 你什麼事 如果真的有事 就說 你說你不方便說 我打電話給你 我想問清楚 是不是真的 你先回答我一句 不是 我問你借錢 借多少 一萬這麼少 起碼一百萬 你真是傻 我和你的交情一萬 只是開玩笑 你起碼都知道 你沒事 我們都要關心身邊的朋友 其實 借錢 可能他遇到經濟問題 你借不借 這個也是 你自己決定 但是你可能 你會不會有其他事 你需要不需要關心 從心靈上去幫忙 輔導 不是只是錢 大家要留意 現在的新招數 就是 他受害人 Whatsapp 可以繼續用 可能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被人盜用了 因為 大家都知道 Whatsapp 可以在不同的層面 用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你不只是電話 其實Whatsapp 上面 有一個 叫做 網頁版 這個網頁版 其實可以同時間 你電話也開著 網頁版也開著 只要 你事大一邊沒有強行 踢對方走的話 即是 講到 你基本上 你不知道 是不是 現在講到 根本 厲害就厲害在 他是看不到 對方發過什麼訊息 給別人 那一刻才恐怖 理論上應該是同步的 他竟然是 現在是不同步之餘 更加是 在你的暗地裡背後 就 叫做使用 那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其實 大家只要 你可能 有時候 在公司 有些人 回到家 就放電話 用電腦去工作 在這個不同的場口 你也可能有機會 用這個網頁版 Whatsapp 之前也是 那些 叫做 買點數卡 各樣 那樣 現在 最新招數 就是 什麼呢 所以如果你用網頁版 的朋友 絕對要留意 那他是怎樣 他在Google 上面 賣廣告 將那些假的 叫做 Whatsapp 連結 他在Google賣廣告 所以 所以 大家 有時候 手快快 你可能 你現在 對著電腦 你可以 或者甚至乎 用網頁版 你去看看 就行了 在Google 上面 打Whatsapp 第一個 會看到 竟然 不是官方 那個 官方排第二位 有一個 都不知道是什麼 簡體字 寫著Whatsapp 最新版 Whatsapp 電腦端 上面有個贊助 那個連結 那個網站 是完全跟Whatsapp 無關的 他簡寫 WHTAS 那樣 那個是假連結 告訴大家 這些就是 那些騙徒 下廣告 下重盤 下足料 你按進去 你 跌入了這些假網站 你進入了你的電話號碼 現證號碼 然後你就會 令到騙徒拿到你的帳號 這樣 所以 其實很危險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 看清楚 這些叫做 網站連結 你才可以 你進去 你更加 有人說 這次又沒事 但是 其實 有些人 亦都說到 真的 糟糕了 那些信息 令到 事主看不到 有一招高招 跟大家一起看看 因為身邊也有人 中過這些招 他真的慘了 跌了錢 真可憐 因為身邊有好朋友 借給他 剛才我們說 那位港人 沒有事 港女 沒有事 港男 就比較可憐 他有一天 又遇到這些騙徒 騎劫了他的Whatsapp 然後 那些騙徒 又向那些朋友借錢 原來 他就是 打算用電腦版的Whatsapp 然後 好像我們剛才這樣說 不要留意 手快快按了他的連結 然後 一次過 做完所有事情 然後 他就 騙徒 不停向他身邊的朋友 發放這些假訊息 這次不幸 身邊的朋友 信他 喂 可以了 你說借給你 就借給你 一頂一頂一頂 於是 那些騙徒 成功 向他的朋友 借了六萬元 真可憐 因為 說到 其實有人 就是說 平時大家 如果有聊天 大家那種對話 一定是有一個 習慣性的 經常都說暗語 有時候 老婆在旁邊 要說一些暗語 大家平時聊天 一有暗語 就一定自己有 但是 如果他平時用詞 對話當中 要不就過分正經 要不就好像 都不像你 說話 糟了 你是不是應該有心 懷疑 其實在這位 港南身邊的朋友 也有懷疑過一刻 因為 為什麼呢 他的錯別字很多 為什麼會錯別字很多 其實 我可以告訴大家 騙徒 騙徒有很多種 除了這些WhatsApp 騙徒之外 其實網上那些 找求職的 也有很多假的 求職廣告 我見過不少 有人教 怎樣去踢爆這些 叫做假模式 第一件事 從求職那裡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通常的求職廣告 現在什麼都有 各行各業 71 便利店 OK 萬寧 總之大品牌的零售 總之好像很貼地 好了 但是他開出的價錢 是比起其他工種高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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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 現在街價 可能是做一個 倉務員 日生的倉務員 大概是六七百元 大概五六百元 但是他可以開到八百九百 甚至乎過千 很多人就說 這麼順利 然後 第一件事 他怎樣騙你 通常進去 你問他 是否有職位 然後他轉過頭 就跟你說 不好意思 剛剛請了人 我們還有其他工 你試不試一下 可能你可能想 試一下 還有什麼工 然後就叫你在網上做拆單元 然後就騙你過數 那真是可憐 你說我已經沒有公開 找工作 這些又是騙你 其實我們在這些 求職國英國上面 我剛才說 他也有很多這些錯別字 我見過 有些人在葵聰的聰字 永遠是打錯的 然後 他是那些同音字 應該用語音書 還是不知道什麼 舉例 可能他有點像廣東話 那些字和我們平時看 稍基灣 可能變成照基灣 一樣 沒有這個草花頭 總是那些字 有些少少錯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剛剛說到 身邊的朋友 看到自己的港男 這位好朋友 問他借錢 但那些字好像有點怪 什麼字 例如那些明天 變成天日 其實去到我這個位 我演繹給大家聽 其實你也知道 那些應該是 可能講普通話 那些 是不是講普通話 天日 這是什麼香音 大點都好 叫做 借了給他 但是 怎樣可以令到 那些信息 不見了 原來 那些騙徒 他發完那些信息之後 將那些信息 收起來 做一個封存 其實大家在Whatsapp上面 有一個叫做 封存信息的功能 你可以試一下 去看看 怎樣封存 舉例 你向右 向左拉 舉例 你會看到你身邊的朋友 你向左拉 有一個功能 要封存 它突然會消失 那些信息 是的 所以 其實它是 藏在另一個位置 那你 有心 如果向上 拉下來 你或者會看到 封存的畫面 馬上 就看到 其實某程度上 裡面 又有打電話 又有傳訊息等等 所以大家 現在說到 那個騙徒手法 越來越高明 他們是 有心去釣大魚 比起這些所謂的 即食過愛 是高很多的 因為 時間長 銀馬大 魚翁殺網 這樣做法 很多人都會中招 所以 大家一定要 我教大家 有一個方法 怎樣呢 有空 就要看看 會不會有些 古靈精華的訊息 另外一件事 在你的WhatsApp 裡面 你去回自己的樣子 右下角 你按進去 有一個 以連結裝置 你可以按進去 看看 那些以連結裝置 有沒有 如果 你除了 你電話之外 還有其他 舉例 用Window 或者什麼 用電腦連結的時候 你就把他踢走 除非你自己肯定 自己在用 否則 你有機會 你的WhatsApp 已經被人連結 在騎劫 其實某程度上 大家也要小心 因為 有很多 不同的可疑 網站 都會發出一些連結 給你 假務官方 假務一些機構 等等 在一個 不知的情況下 我們會按下去 所以 其實未必是你跌錢 你身邊的朋友 你家人會這樣 墮入去騙案 令到他們 人人一萬 他真的十個十萬 你想想 他這樣 魚翁殺網式 那麼多人 他一天可能是 十幾二十萬人 他十幾二十萬人 只要有一百個 有一千個中招 一人一萬 你想想那條數多大 所以這件事 還要在海外 你很難追得回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心 看清楚 你不要以為 我電話沒有 有空 麻煩 看看自己的電話 有沒有按過一些 古怪連結 因為你有機會 在電話裡面做都一樣 就墮進了這些 假連結 鑿魚網站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神 好了 今集請到這裡 拜拜